尚珊 各位學員麻煩就座齁我們要開始上課了 歐 歐 歐 齁 大家好 大家好齁 我小臉齁 欸 請趕緊酒酒 因為 這樣會干擾到別人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這個 國家變變變 請問有聽不懂北京話 沒有齁 這樣我台語北京話參與在講 因為我台語不改練等 抱歉 這個題目是國家變變變 頭一個變是變化 變化的意思 就是現在的 不是頭一個變是慶祭的 隨便的意思 就現在的人對國家的官人都很慶祭 譬如說 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不是這個名字 裡面有一個國的就是國家 第二個變是變化 變化的意思 就是說 國家這個觀念實在是 很豐富欸 變化多端 譬如說 大部分的人都搞不清楚 中華民國 或者是大清帝國的關係是什麼 我等一下再慢慢稍微提一下 第三個變化 第三個變是什麼 分辨 就是說 所以說 了解世界上有幾種 基本的國家組成型態之後 我們才有可能分辨說 什麼是我們想要的 什麼是我們要追求的 比較好的國家 那有沒有人知道這幅圖 這幅圖 這幅圖 有可能有人知道 知道有人請給他手 可以舉下手 這幅圖是那個 一本書的封面 這本書叫做利維坦 利貼 它是那個17世紀 好像是1648年 沒記錯的話 有一個叫霍布斯的 一個學者寫的一本書叫利維坦 它的封面就是用這本書 這個 那這個封面 為什麼用這個封面呢 因為 它就是象徵了什麼叫做一個國家 現代國家的起源 就是一個 等一下我們會講 它是一個人造人 那 下面有一句話 就是說 在地上沒有別的權威科與之相比 這句話 這是取之舊約約伯紀41章24節 這其實是上面這句話 這本來是拉丁文 把它打出來 你看到這裡的地是很好玩的 這地是什麼 Terem 就是現在的Territory 然後它的權威是用這個 那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網路上 現在網路搜尋很方便 去查這句話的 背後隱含的那個 典故啦 它會牽涉到什麼是主權 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 對 那我們時間不多 我就不多提了 但是這幅畫很重要 如果你瞭解這幅畫 跟立委談這本書的話 其實你就基本上瞭解 為什麼會有現代國家的誕生 為什麼會有主權者 主權者跟國家是什麼關係 然後我們人民為什麼需要國家 還有什麼是比較好的國家 所以這本書其實是非常深刻的 坦白講 美國的立國 美國 華盛頓他立國的時候 其實他參考很多東西 但是 有兩本書 是完全 美國參考的 一本是受到立委坦的影響 另外一本書就是受到 萬國公法 我這裡講萬國公法是一本書名 不是 我們通常講萬國公法那個 是 Volgo寫了 一個法國人Volgo寫了一本書 就叫萬國公法 Law of Nations 所以你如果瞭解 立委坦這本書 然後你再去看 那個 那本萬國公法的話 你大概就曉得為什麼 美國他們是怎麼 用什麼想法在建國的 那我們先從一個時事新聞開始 觀察 講說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些概念 為什麼需要釐清這些概念 有時候新聞是這樣 去年 就是這個今年是去年 首次出席國際民航組織 IQO大會 要感謝北京 IQO理事會主席柯貝今天對台灣美女表示 他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去邀請台灣 所以決定邀台灣做他的來賓 這就是台灣為什麼會在這裡的原因 你如果鄉鄉看到這個新聞 不知道你做什麼感覺 你會看到 因為是接到中國政府的建議 所以台灣才能去參加這個國際大會 國際組織的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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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鄉鄉感覺說 是不是 中國對台灣有某一種管轄權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的建議我們才能去參加這個會 那 第一個 所以 要是我的話 我第一個就會想到什麼 台灣跟中國是什麼關係 保護關係 中族關係 附屬關係 我們 姑且 不論是不是這三種關係 你現在要知道這三種關係是什麼 為什麼 你如果連這三種關係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的話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中國 也不知道什麼叫大清帝國 為什麼 我比如問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 中華民國要有盟戰委員會 為什麼中華民國要有盟戰委員會 為什麼他不要叫 滿盟戰委員會 為什麼不要叫 滿盟戰疆委員會 他為什麼叫盟戰委員會 如果說 好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是真的五族共和的話 如果真的五族共和的話 那為什麼沒有和滿盟為戰委員會 第一個 五族共和就是謊言嘛 五族的地位絕對不一樣 懂為什麼 五族的地位如果一樣 就不會有盟戰委員會 第二個問題是 好 如果不一樣 那盟為什麼要有盟戰委員會 不是 這就是這裡講的 宗主關係 盟戰委員會是表示 中華民國要去繼承 大清帝國對 蒙古 或者是對圖伯的那個宗主權 你如果了解什麼是宗主關係的話 你就要了解 屠伯跟蒙古在大清帝國的時候 它並不是 不是大清國的一部分喔 你要去研究這個歷史你就知道 蒙古跟 蒙古跟大清國 蒙古跟滿洲形成一個聯邦 邦聯阿 那這個邦聯阿 那這個邦聯阿 他們的頭頭叫做克汗 就是繼承那個 大元 那個 大元國那個 印章的那個克汗 所以 他不是支那皇帝喔 他不是中國皇帝喔 是 作為克汗 他才能 同時領導 然後 滿洲國 也就是 但後來的大清國跟這個 蒙古 朱王 蒙古朱王 所以 那 所以 但是大清國這個 他們 進官之後呢 所以就是 他其實是用 官內的 習俗又繼位了 所以也就是說 他有兩個身份 一個身份是 一個身份是大清國的皇帝 另外一個身份是什麼 是支那皇帝 就是中國皇帝 所以 清朝 你們所謂的清朝 其實他自始 從頭到尾 他一直幾乎都是用 兩個身份在統治 所以你去看 你看一些清朝皇帝 大清帝國皇帝 他常常會說 你們這些 漢人的朝臣阿 不要誤我大清阿 有沒有 有沒有 他為什麼說 不要誤我大清 因為他知道 他在支那的土地裡面 他是 以一個外國君主的身份在統治 這樣你就懂了 他有兩個 兩個名片 但是這個事情一直到了 後來 所謂的清朝末年的時候 漸漸被打破 為什麼 那時候 因為俄羅斯想要入侵這個 所謂的滿洲那裡 漢人講關外 就是滿洲那裡 然後俄羅斯的勢力想要入侵蒙古那裡 所以 大清的皇帝 因為他把他的 帝國的首都放在 北京 不是放在滿洲的奉天 原本他們是放在奉天 就是瀋陽那裡 但是後來他入關以後 他想要統治這麼大的土地 所以他就把 帝國首都放在北京 那這樣子 久而久之 變關外那邊的地方 他 沒有直接管轄阿 所以就容易被 被俄羅斯入侵這樣子 尤其是那時候日本跟俄國為了 在滿洲的利益 炒得不可開交 所以後來到末年的時候 他們就 就做了一件蠢事 什麼蠢事 就是他把 開放漢人可以移民關東 就是移民到滿洲 然後也廢除掉原本他滿洲的建制 就變成 把他納入 像他統治之那地 關內的那個行省一樣 他建省了 本來滿洲的建制 跟關內的那個 漢人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 但是他 他晚年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相當於 他漸漸要把這兩個頭銜阿 就是一個是大清國的 皇帝頭銜跟 支那國 就是中國的皇帝頭銜 要把它混在一起了 就是他做了這件蠢事阿 可是這件事情 在國際法有沒有效 因為這算是 帝國內的事物 等一下我們再講什麼 大概講什麼是帝國 這件事情到後來 到了什麼時候 到了 就是說 但是這個事情 國際上要怎麼看 其實是一個問號 是一個問號 但是到了 溥仪退位的時候 你看溥仪的造書 你就知道他已經把兩個 他把兩個國家變成一個國家了 但是 主權沒有變成一個主權喔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都會覺得一個國家一定只有一個主權者 對不對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主權對不對 大部分是這樣沒有錯 但事實上就是有那個國家 他有兩個主權的 我可以舉個例子 叫孟道爾 你回去查 法國有 在法國跟西班牙邊界 有一個地方 叫孟道爾 這個孟道爾呢 他有兩個主權者 他憲法規定兩個主權者 一個是法國國王 現在是法國總統 一個是西班牙的一個主教 他們憲法規定喔 也就是說 這個孟道爾 這個國家如果發生危難的時候 法國跟西班牙的 都要幫忙 然後他們也可以同時 通用法國跟西班牙的鈔票 所以說 我為什麼講說 這國家的型態千變萬化 因為我們台灣人 你看 中國人常笑我們台灣人沒有國際觀 是真的沒有國際觀 因為他不教嘛 連一個盟戰委員會 為什麼成立都不知道 就是宗主關係 懂我意思嗎 好 那扯很多 但是有一些東西 我們等一下稍微再提一下 所以 中國為什麼這麼做 美國又做了什麼 就是說 這個新聞背後 還有很多事情 值得探究 首先我的順序是這樣 一開始說 簡介這個新聞 再來我就說明這個 你要去觀察這個新聞的 背後的美感 就是要注意他的身份跟原有 再來就是看一下IQO的規章 然後 我們舉一個危機解密 來說明這個背後的一個動機 一個動機 這個新聞是這樣的 這個 自由時報 說什麼 民航局長神起 晚年率團 參加這個 牛津民航組織年會 這也是我國離開聯合國後 首次再回到IQO 首先這句話對不對 覺得對的舉手 覺得不對的舉手 大家都蠻聰明的 這個我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喔 中華民國有離開聯合國嗎 沒有 OK 其實這個就 我這樣問 好像對又好像不對 你就知道你的觀念 有點 要小心了 魔鬼藏在細節裡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如果不是國家 為什麼可以用我國 那如果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他可以用我國的話 那 那這個我國也可以代表 任何一個有國制的人 像毛治國 毛治國去參加一個宴會 他說 我國 對不對 毛治國的小孩說 我國 那指他爸爸 可以這樣嗎 這就是記者亂寫 他自己概念都不清楚 我們等一下再看 什麼是中華民國 聯合國專門機構 退出大會二十四 加拿大舉行 台灣退出聯合 你看 這裡指我國 這裡又指台灣 然後這裡他說 今年首度以特邀貴賓參加 受邀 中華台北代表團 到底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 還是中華台北 你看 稍微兩個段落 就已經 把很多概念全部混在一起了 這種都是偷換概念 或者是這個記者 就搞不清楚 等一下我們再詳細講 這三個是什麼概念 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台北到底是什麼意思 交通部長審起強調 台灣非常跨出一大步 這個都不用講 面對民進黨立委管碧林 拿出艾口發給民航局 邀請函指出 文中以中國的台北民航局稱呼台灣 對照世界衛生組織發給中華台北衛生署 邀請函 台灣的國際地位仍找到矮化 這一段對不對 管碧林講的對不對 覺得管碧林講的對的請舉手 覺得他講的不對的請舉手 OK 這個可以有很多觀點去看這個事情 我舉一個 舉一個觀點 比如說你用管碧林的立場去想事情 管碧林是什麼 管碧林是民進黨的對不對 民進黨是什麼立場 民進黨的立場就是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對不對 我們姑且不論這個前提對不對 我們用他的立場去檢視他 這很公平 他說 民進黨的立場就是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也就是中華台北 他把這三個東西全部都一樣 他說他可以接受中華台北 但他不能接受中國台北 這對嗎 也就是說他認為 他認為中國台北跟中華台北是不一樣的 對啊 我例如說他認為不一樣 可是實際上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說 即使我們用他的立場去檢驗 都說不通 那你說這樣的人可以當 代表台灣人的立委 頭腦就不清楚了 再來就是 神起就是民航局長回應 特邀歸兵以觀察員權限相當 這也是 這也是胡說八道 因為你如果去看ICO的規章的話 他就是說 ICO的規章根本沒有去規範來賓 他沒有規範guest 但是他有規範觀察員observer 那觀察員的權限就是說 大致上就是說 公開的會議都能參加 然後呢 可以參加 大部分會議可以參加審議 就是說可以參加這個議案的討論 雖然他沒有投票權 但是他可以參加議案的討論 可是這個來賓 根本就是連 參加都要人家邀請談才能去 然後 你去到那邊也是坐在最後面旁聽而已 所以這個 這根本權限不相當 這個 民航局長也是在騙人 他以為 台灣人都不會去看ICO的規章 然後 他說 以往未加入ICO的時候 最新措施規範都有鄰國告知 事實上你如果看 蘋果日報的報導 他會說 他是去買書才知道 去網路上買書 民航局長是去網路上買書 才知道這個 最新的民航措施 你看 他說 ICO近年在中央山脈 規劃一條航道 台灣是最後才知道 其他包括 航路高度方向管制等重要 非常細節 我們都是後知後覺非常危險 他如果是管轄台灣的民航局局長 台灣的中央山脈 被國際民航組織規劃一條航道 他是最後才知道 他真的有這個 台灣這個領空的管轄權嗎 沒有嘛 是假的嘛 人家都規劃好了才通知他嘛 假的嘛 他自己都不小心說了實話 這就神奇 你看他的名牌寫什麼 Gast 他不是 不是特別來賓 特別來賓 特別來賓是 special guest嘛 一點也不特別啊 CAA就是民航局啊 你看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你要翻成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英文不都一樣 對啊 所以 你說管閉靈在想什麼 難怪人家笑他們沒有國際觀 不看英文啊 神奇 你看 出題身分與遊 1944年的時候 52個國 欸 講到這個國的時候 我們這個主題就是 要分辨什麼是國家 關於這個國家的英文 有三個 一個叫Country 一個叫Nation 一個叫State 我們 其實有很大的主題就是 要分辨這三個字 所以 看到這個國的時候 你要去想這個國是哪一個英文 然後 聽完我這堂課以後 你們再去想想看這個國是哪一個英文字 檢視你 對國家的了解 國際民航韓公約 因為他是在芝加哥簽訂的 所以就叫芝加哥公約 這個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之一 三年後公約生效 國際民航組織成立 在 那你看喔 中華民國在那個時候 他已經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之一喔 但是呢 他在1951年的時候 退出這個 iCo 在1953年1月呢 在地區的航行會議 他又以觀察員身份與會 然後在同年7月他又重新加入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不覺得很親切耶 他本來是創始會員 國際民航組織創始會員 1947的時候 創始會員權力很大嘛 對不對 但是到1951年的時候 他先退出 等於是沒有權力了 然後在 1953年1月 1953年1月他又 又以觀察員 觀察員我剛剛講了 他不能參加 他沒有投票權 然後在7月他又重新加入 你不覺得很深色耶 很趣的 這背後有故事啦 你如果了解這背後故事的話 你大概 你對台灣的地位 跟中華民國 到底是什麼挖鉤 你大概就清楚一些了 但是 中華民國是不會跟你講這種細節的 他甚至不會給你看這一段 他給你看的歷史 大概就是1971年之後的歷史 或是在這之前 他都是選擇性的告訴你 好等一下我們 有時間的話再來解釋 因為這個解釋 我們先等一下會看 從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挖鉤 我們再來解釋 這個是為什麼 1971年10月之後呢 就10月25日 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文 2758號決議文寫什麼 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的席位驅逐出去 你要注意他的用詞喔 他是說蔣介石的代表 他不是說中華民國 他是說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的席位驅逐出去 所以 表面上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因為這個ICO 那個時候是聯合國的專屬機構 最大的專屬機構 事實上是蔣介石的代表 等一下我們再來解釋 為什麼 其實他就是指蔣介石那個政權 流亡政權 蔣介石那個代表中國的政權 OK 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美國 做了什麼事 就是 美國在 2011年開始 通過一些決議案 都要求 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加入 ICO 但是你要曉得喔 這個 在美國國會 這個決議案 是沒有約束力的 它就是只是給 政府一個建議說 我們國會的想法是這樣 希望政府參考 所以這個決議案是一個 沒有約束力的 然後到2012年的時候 在海森威的這個 APEC的領袖會議之前的聯合會 胡錦濤提及這個 中國會認真研究台灣 以適當方式加入ICO 但他這個 他雖然是跟連戰這樣講啦 但也是打打嘴炮 不會有什麼政治動作 這只是草草新聞 你看美國是真的有在 國會有動作的 2013年去年的6月18號 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 第1151號 參議院 也通過一個同樣 內容的法案 但是名字不一樣 然後後來這個15號 參議院也通過了 所以這15號是眾議院跟參議院都通過 這個法案就跟決議案不一樣喔 法案通 法案叫做 必有 就是支票那個意思 對我們講 政策是空白支票 法案 法案叫做必有 通過叫做ACT 就是ACT 行動那個英文 美國總統在7月12號 歐巴巴簽署成為法律 就叫做law 這個law 就是對美國的 行政單位是有約束力的 跟這個決議案 就算通過也不一樣 這個law是有約束力的 也就是說他要求美國的國務院 要推動聯合國際 Icon 在去年的9月 接納台灣的觀察員身份 這背後是有含義的 如果你了解 我們等一下會講 這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中國這時候就覺得不對了 因為他在美國 國會討論這些法案的時候 他都不說話 他不知道美國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 可是歐巴馬一簽署成為法律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出來講話 他說 美國國會有關法案 嚴重的違反一個中國政策 跟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 他這樣講對不對 就是你要了解什麼是一個中國政策 先了解什麼叫做一個中國 就一個 全世界的道理就是這樣 一個國家 只會有一個 政府 我說代表主權的那個政府 也許他有很多政府 但是他只會有一個代表 這個國家主權的那個政府 就像我剛剛講夢到了 夢到了 雖然他有兩個主權者 憲法上有兩個主權者 但是他也只會有一個政府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嚴格來講啦 他那個兩個主權者 有的人說他是中主權者 那我們先不要區分那麼細 OK 那 這個 所以一個 一個 你要了解一個國家 只會有一個代表主權的政府 也許他有很多政府 他只會有一個代表主權的政府 然後呢 所以 一個中國就是什麼 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 現在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那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什麼 美國的一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就是說 美國所承認的那個代表中國的政府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大家清楚了吧 這有幾個層次 所以美國的政策說 他承認的那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所以 這有違反嗎 其實並沒有耶 因為你看 美國通過這個法案是什麼意思 他影響的是 他要求什麼 台灣 好問題來了 什麼是台灣 台灣 這裡的台灣指的是 台灣統治當局 所以你要了解喔 中華民國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叫做台灣統治當局 所以美國通過這個法案 影響的是 台灣統治當局的那個身份 並不是影響他另外一個身份 他有另外哪一個身份 流亡政權 所以美國這個法案並沒有影響流亡政權 他並沒有 因為這個法案承認 流亡政權代表中國 對不對 他並沒有承認嘛 所以 這句話是不對的 可是 中國當然也知道 他只是用 這個美國的模糊政策 反過來 塞美國的嘴巴而已 或是騙騙那些不懂的人 不懂得說 中華民國有兩個身份 就像 如果你主張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你當然就覺得這個 美國這樣是在 介入 但是 這是很敏感的喔 你看他說外國勢力的介入於事無補 只會讓事情變得複雜 他知道美國通過那個法案 是在實行對台灣的某一種管轄權 所以他知道美國在介入 等一下我們再看 什麼是管轄權的概念 你看喔 美國先通過法律 支持台灣當局以 觀察人身份加入 iCO 其實之前的衛生組織也是同樣的程序 美國先通過法律 然後要求國務院推動台灣以觀察人身份加入WHO 也是一樣 但是台灣當局這時候做了什麼事情 台灣當局一開始接受美國的安排 所以他的譬如說他駐歐盟 今天駐比利時代表處 就有專門說 他們也是要用台灣觀察人身份加入 這在八月的時候都還是這麼做的 那到九月就變數了 就變了 什麼變了呢 就開會的時候呢 就變成說是以中國的建府去 這背後是什麼 美國國務院說不是中國建議 而是透過國際合作達成 也就是說 本來美國通過一個法律 他的立場就是推動台灣以觀察人身份加入 對不對 那為什麼後來變成是 是這個 台灣變成說是來賓 其實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抗議 這樣你懂嗎 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建議台灣才能去 而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抗議 台灣才不能變成觀察員 台灣當局才不能變成觀察員加入 所以同樣一件事情 你看怎麼寫 那個觀點會很不一樣 所以你看中國抗議的理由是什麼 中國政府抗議的理由是說 只有非締約國和國際組織 能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邀請台灣做觀察員並不合適 那你要知道中國抗議有沒有道理 我們就要看ICO的規章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ICO的規章 這個是在2012年第七版的 你看 ICAO 有沒有 ICO 的 Assembly是大會 大會的標準程序規則 他說什麼 第五條規則說 非締約國與國際組織 正式被理事會或大會自己邀請 以參加大會的一個可有觀察大本會議 所以 在這個大會的程序規則裡面呢 他沒有講說 非締約國跟國際組織之外的 可不可以當觀察員 他只有說這兩個可以當觀察員 如果他被理事會或大會邀請的話 但是呢 你如果去看這個 理事會的程序規則 剛剛那是大會的規則 我們來看理事會的規則是什麼 在1980年公佈的理事會規則是說 國際民間組織的觀察員是代表 一位於理事會佔有 席位之締約國 一非締約國 一國際組織其他團體之個人 經其國家或組織指定及授權 對休戰案不去投票提案 複議之權利 持有被證明之憑證文書 所以他的就比較廣泛有沒有 他除了有非締約國跟國際組織之外 他還有未占有席位之締約國跟其他團體 這個團體的英文叫BODYS 身體那個BODYS 所以 譬如說這個團體就包含什麼 包含被占領地區的管理當局 懂我意思嗎 這就很廣泛了 這個團體就包含被占領地區的管理當局 有沒有例子 有 德國在二次世界戰結束的時候 他也是被占領 分四塊 一開始分四塊地方 對不對 美國 英國 蘇聯 法國 那誰去代表那個被占領地區 因為被占領地區也有領空啊 那人家 鄰國的飛機也要飛越啊 那怎麼辦 那要談判嘛對不對 那誰去代表那個被占領地區的 比如說美國佔領一塊 美國佔領的地區 誰去代表那個佔領地區去參加艾口 談判那個領空的 就是美國嘛 所以美國他去參加艾口的時候 他就有兩張名片欸 一張名片是代表美國自己的人民 美國那塊土地的領空 一方面是代表他佔領的那個地方的人民 佔領地方 就是他是作為一個佔領者的管理當局去參加那個艾口那個會議 所以他就有兩個名片喔 其實他後來 就是說他跟英國他們這些其他的佔領者合併 變成一個管理當局的時候 他也是由那個管理當局去參加的 如果要邀請的話也是邀請那個管理當局 並不是 並不是德國當地的人民 所以你就了解 這個團體就可以包含那種例子 那 1991年公佈的這個地 空中 區域空中航行會議指南 也說也是觀察員也是定義包含其他團體 然後在第五屆大會決議的時候 他說邀請非締約國公司 國際組織參與未來大會的權利授予理事會 所以雖然大會沒有規範說 那個其他團體可不可以參加 變成觀察員 可是理事會 因為大會已經授予理事會權利決定了 那理事會的規則裡面又說 其實是包含其他團體的 他的觀察員的定義是可以包含其他團體的 所以其實 中華民國不管他有沒有主權 他作為台灣的統治當局 其實 就是 是有資格 參加ICO 的 所以美國才會通過那個法案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美國這樣做是合乎法理的 中國那樣抗議是不對的 可是為什麼後來 後來反而沒有成功 不像WHO一樣 WHO就成功了嗎 台灣的確 現在也是以觀察員身份在裡面 但是為什麼現在ICO失敗了 這背後有一番政治角力 我舉個例子 我不能說這絕對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去年九月的時候 這個國民黨啊 就是說中華民國政府用 台灣人裡面納稅錢啊 不知道幾十億 我忘記了 你去查一下新聞 去 等於是交跟美國 國會有個交易 就是說 那個 好像是 跟他們買玉米 幾十億幾百億啊 你去查一下 有這個新聞 所以這背後也是有政治交易 但我現在主要是要講法理 所以我不去講這種 但是你可以去查 查那個 的確有這個交易 玉米 非常多錢的交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背後的動機 的可能性 什麼 誰擁有台灣的軍事 及領空管轄權 這是來自台灣危機解密 你可以去網路上查 台灣危機解密 美國再來協會處長楊樹蒂 在2017年12月20日的時候 會見當時的國安局秘書長陳唐山 討論台灣海峽民用航道的可能性 參與討論還有聯絡事務處周主任 國家安全會議張副秘書長 楊樹蒂 就是他是這個 再來協會的處長 他也不是主席喔 主席通常不在台灣 都在華盛頓 這個處長要求台灣當局 不可運用政治或媒體手段 渲染民用航道的問題 也必須跟美方充分協商 才能發布任何相關的回應 你看 關於民用航道呢 台灣當局不能亂說什麼話 他要跟美國協商才能回應 誰擁有台灣的領空管轄權 什麼議題呢 對阿 他說 要求台灣不可對這一起進行政治操弄 什麼議題呢 就是 台灣海峽要不要設立航線 也必須與美方磋商才能發布任何軍事行動 誰擁有台灣的軍事管轄權 美國 陳唐山表 呃 這個都不用看了 你們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查 陳唐山同意會在軍事活動前 第一優先跟美方磋商 陳唐山向楊樹蒂保證 陳水北總統或是國家權會議 都不會接入軍事討論 楊樹蒂告訴陳唐山 他已跟李天宇部長交代好 要持續跟美國在台協會保持聯繫 這個 在台協會是什麼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耶 雖然他代表美國 但是他是一個民間組織 這相當於什麼 有點相當於 以前的那個 東印度公司 比如說荷蘭東印度公司 或者是印度東印度公司 他都是一個民間組織 但是他代表的是那個 殖民者的 主權權利 所以他們有戰爭 跟 簽訂合約的權利 簽訂條約的權利 但是他是 他只是個民間組織喔 所以這個 AIT就類似那個 那個角色 他只是個民間組織 但是他代表的是 美國這個佔領者的主權權利 所以你看他可以去 去跟這個 所謂 中華民國 是台灣當局的這個 國防部長李天宇 要跟他交代事情 這很有意思喔 你看喔 他說當北京政府 花越久時間航線的問題 就越有可能對台美雙方 產生好的結果 你看美國很會玩政治遊戲 我跟你講 台灣人玩政治的程度很低阿 如果你越了解美國 你就知道 美國很會玩 他們玩的東西都是 都是50年到100年以上的大戰略 也許你看幾十年 你問美國為什麼會這麼做 你剛剛覺得 美國這樣做 對他現在是不好的阿 可能會政治動盪阿 可能會怎麼樣阿 可是他其實他玩的 都是100年以上的大戰略 如果你越了解美國的話 你就會有一種感覺 所以從這個新聞呢 我們就可以想一想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國際組織 美方政府不是國家 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台灣當局不是國家 也不是國際組織 能否代表台灣 誰擁有台灣的管轄權 這個很明顯阿 美國 但我可以舉戰爭法的證明阿 但是那個要花一段時間 所以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用一個危機解密 就告訴 就讓你有這種感覺 關於這管轄權 你可以去網路上查一個 有關張鳳強事件 這會牽涉到ADIZ 就是防空識別區 民航的管轄權 他是屬 他也有個區 叫做FIR 叫做 飛航情報區 雖然飛航情報區 跟防空識別區 跟防空識別區 其實都比領空要大很多 但是他們都會跟領空的管轄權 是有關係的 一個主權國家 在他的領空裡面 有排他性的 專屬的管轄權 在他的領空以外的 比如說像是飛航情報區 或是防空識別區 他有某一種程度的管轄權 但是那個 會視情況而定 但是他們 那個領空以外的那些管轄權 的確會跟那個領空的管轄權 是有關的 就是誰是 因為你有那個領空 你才能劃出那個飛航情報區 或者是 劃出那個防空識別區 懂我意思吧 所以是有關的 好 這個我們就跳過好了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個 因為WHO跟ICO的例子幾乎一模一樣 他只是最後成功了 就是說 台灣當局以官材人的身份加入了 那你從WHO的例子 你也可以看出幾個有趣的問題 比如說 中華民國如果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要以衛生實體的名義 申請成為觀察員 如果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要等到美國表態 外交部才敢評論 這就是這新聞裡面有提到的 就是這個董國有啊 他是外交部什麼 國際組織師的 他說 美國衛生部長湯普森 他說 他說 然後大會上次開始 湯普森沒有真正發言 外交部不一定就是評論 他一定要等到美國表態 他才敢表態 懂我意思嗎 就好像 家長還沒講話之前 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小孩子有心無嘴 OK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管轄權 而這一次呢 世衛組織的文件 矮化台灣國格的風波 那麼美國的衛生部長賽比尤斯呢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也很明確地表示 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 有權可以片面地決定台灣的地位 那些地方 我今天好像用了 我昨天和台灣的小動作 提議 和台灣的體驗 我认为很明确去WHO 我认为那些美国的意义是 那些组织的组织是 那些组织的组织的组织 没有任何组织的组织 有任何组织的组织 那些组织的组织 那些织织的组织 那些织织的组织 和中国的组织 所以那个 他的结论是什么 美国的卫生部长说 联合国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 拼命决定台湾的地位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个管辖权的案例 什么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一个家庭里面 是爸爸对小孩子有管辖权 还是妈妈对小孩子有管辖权 只能选一个 觉得是爸爸的请举手 绝对是妈妈的请举手 爸爸比较多一点 那为什么是爸爸 为什么是妈妈 有道理吗 OK 差不多了 答案是这样 依照自然法 你不要去管公民 你不要去管母系社会 或父系社会 依照自然的法则 自然法 是什么 是妈妈对小孩子有管辖权 为什么 因为你要决定这个小孩子的继承问题的时候 是谁可以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爸爸是谁 妈妈嘛 对不对 就是自然的嘛 自然的法则啊 因为小孩子是妈妈生的 只有妈妈最清楚 这小孩子的爸爸是谁 同样道理 那个监 那个 助产室 也是嘛 助产室 可以在法院作证说 这小孩子的爸爸是谁的 助产室 或者是监护人 只要是知道这个小孩子 的爸爸妈妈是谁的 这个人 就对这个小孩子 的继承问题 是有 说话是有分量的 他可以在法院作证嘛 他是有管辖权的人 所以 一个领土 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的继承问题 继售问题 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 美国说 聯合国任何机构 都没有权利片面决定台湾地位 他的意思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只有我才有权利啊 我是台湾这个小孩子的监护人啊 我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是谁啊 在我还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你们这些外人不要讲话 懂我意思吧 他这个话是这个意思啊 他没有说他是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我要把这个小孩子变成我的 他没有 所以他没有说 他从来就说 我没有要侵占台湾 我没有要 但是他没有跟大家讲的是 他是这个小孩子的监护人 所以 这就懂了 为什么他要通过法律 让台湾当局以观察人身份加入国际组织 因为那是监护人的权利 也是监护人的责任 这个小孩子能不能长大 能不能去自己处理一些事情 是这个监护人要去出面的 对不对 我们小孩子不是没长大 没有成年前 不是就是家长 是监护人 所以小孩子做什么事情 都要家长盖章 那个盖章就是相当于监护人的权利 跟监护人的义务 所以这就是管辖权 这就是管辖权 其实小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将来可能会自己成人 他是一个有自己的主权者 可是在他没有成年之前 他是有管辖权的 有人有对他有管辖权 那就是治安法 这是另外一个管辖权的案例 就是说这个也是来自危机解密 这自由时报有报导 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 美国曾经要求 就是发函给联合联合联合秘书长潘基文说 以后联合国提及台湾不能再使用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为什么能够发文给 要求叫一些国家跟他一起发文 就是因为他是个小孩子 台湾这个小孩子的监护人 他有这个义务 OK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国家 你们仔细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的制作人 跟这个记者觉得 这样可以证明台湾是国家 你看看不可以 走私报告把世界各国的表现 友好到怪分为四大类 最差的一类外国政府 今年有16个 如果不在报告公布的90天内 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临美国制裁 至于次差的观察名单 今年有32国 去年被归类在这一类的台湾 因为良好表现 今年被升到第二级 并受到国务卿 莱斯女士的公开赞扬 除了这些严重的关系 这些严重的关系 这个年代的报告 应该给予我们希望 例如 俄罗斯 亚洲 俄罗斯 俄罗斯 红西帖 俄罗斯 tutor 台灣有沒有 and countrie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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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說因為記者把countries翻成國家 因為記者把countries翻成國家 所以這個影片的製作人就認為這樣可以證明台灣是國家 這樣對嗎?countries在這裡可以翻成國家嗎?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可是很多台灣人都不會去注意這一點 所以才會像民進黨那樣子 比如我舉一個例子 一邊一國 民進黨不是講一邊一國嗎? 一邊一國來自什麼? 他去抵制一國兩制 那什麼是一國兩制? 有誰可以告訴我一國兩制的英文是什麼? 一國兩制的英文是 one country two system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ok 所以你就了解了 李登輝民進黨他們在玩什麼? 他們都去混淆這些國家的概念 一國那個國 他其實英文是one country 但是country是國家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從參加國際組織來看看這個台灣當局的本質 台灣的地位跟什麼是國家 這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亞洲開放銀行叫ADB Asia Developed Bank 他是設在馬尼拉 菲律賓首都 中華民國本來是創始會員之一 他是依據這個區域內 他有區域內跟區域外 比如像美國也是 但他是屬於區域外的 那區域他是按照這個 國民所得分攤任股 成為這個 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 當然任股最大的在區域內當然是誰? 日本嘛對不對? 不用講日本是最有錢最強大的國家 區域外當然就是美國 那有了這個成分之後 中華民國就可以貸款啊什麼的 開發什麼的 在72年就是1983年的時候 這個1983年已經翻什麼事 美國已經 美國政府已經跟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了嘛 對不對? 所以 這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想要加入這個亞洲開發銀行 所以他就表示說 中華民國可以使用台灣China 以這個中國台灣的名義 留在亞洲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 美國建議用台北China 中國台北 所以這個是什麼? 就是Chinese Taipei的變形嘛 對不對? 美國可以接受中國台北啊 美國不能接受中國台灣啊 但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要求說 台灣當局是可以用中國台灣的 結果當然是用美國的建議啊 因為美國是監護人嘛 我剛剛講 但是問題來了 到了1998年 也就是香港回歸後一年 因為香港回歸1997嘛 香港回歸後一年 香港要加入這個亞洲開發銀行的時候 他是用香港China 剛剛是用台北China對不對? 所以香港加入也用香港China的話 是不是會搞混? 人家就會以為說 台灣跟香港是同樣地位嘛 是屬於中國的嘛 所以亞洲開發銀行就做了一個 很創造性的發明 就是說 他把這個鬥點後面的空一格去掉 照英文文法來講 鬥點後面一定要空一格嘛 對不對? 學過英文的 你問一個國中生 一個小學生大家都知道嘛 不然老師會幫你打叉嘛 但是 他為了要 避開說 台灣跟中國的地位混淆 他們就用了這個 改寫英文文法 用一個錯誤的英文文法 把台灣當局的名字 這很好笑欸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台灣當局 連他自己的名字都保不住 你的名字 都要給人家改來改去的 你懂我意思嗎? 卑賤啊 卑賤啊 然後我們台灣人 又被這麼卑賤的當局代表 台灣人是什麼? 卑慘啊 自己當奴隸不知道 以為說 拿了一個中華民國國旗 在外面跑啊 這是我的國旗啊 你看這種人 是不是什麼? 自己當奴隸都不知道 這是一個 也是很有趣的例子喔 你在外面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條碼 最外面最常見的就是 八碼或是三碼 這種EAN的 我們現在就講八碼為例子 這EAN八碼 尤其是在那種零售的產品 你去買個礦泉水啊 都是我看到條碼 買橄欖油啊 對不對 這590 你要看前三碼是什麼? 新聞會告訴你說 那個是 登記國而不是產國 對不對? 新聞會這樣講 登記國而不是產國 比如這橄欖油是在590買的 590是什麼? 是波蘭 所以這是波蘭登記的 而不是波蘭 不一定是波蘭生產的 但是呢 那個國是什麼? 所以你只要看到新聞它講國 你要去想那個國的英文是什麼? 你才不會被它混淆你的概念 這個國是什麼? 這EAN是什麼? Country Country有沒有 Country 好 這個Country可以分成國家嗎?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EA 好 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471 所以你看到條碼 13碼前面有471的 就是在台灣登記的 你看 香港 香港在哪裡? 就這裡 香港 香港489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所以Country可以分成國家嗎? 不可以嘛 對不對 Macau Macau是什麼? 澳門嘛 澳門是國家嗎? 不是啊 不是啊 可是澳門也有Country Code啊 所以 Country很多時候 並不能翻成國家 懂我意思吧 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ISO 國際標準化也是一樣 國際標準化組織 它也是用Country Code啊 它也有Country Code 比如說 香港的Country Code是344 台灣的Country Code是158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巴勒斯坦在這裡 巴勒斯坦 它雖然寫一個State 但是巴勒斯坦是國家嗎? 不是啊 你去了解一下 巴勒斯坦不是國家喔 所以即使他們都有Country Code 即使巴勒斯坦還寫一個State 那都不見得代表它是國家喔 不是法律上的國家喔 不是國際法裡面的國家喔 OK 再來 第二個英文是什麼 Nation Nation也很多人翻成國家 有人翻成民族 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一個國務院原本 這是在取自這個福斯新聞的 2004年10月27號的新聞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他去訪問北京 他接受這個香港風華威士採訪 他說 只有一個中國政策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做一個Nation 並不想要主權 這一直是我們的政策 但是這個Nation可以翻成國家嗎? 他已經告訴你台灣不是獨立 那這台灣是什麼? 你要去想 台灣是什麼? 這個Nation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第三個英文是State 這都是來自新聞喔 不是我自己掰的 這是影製台北時報 2017年9月1號 這個 美國的國安會主任韋德說 聯合國的成員資格需要國家 台灣、中國民國在這裡 都不是國際社群中的國家 這個國家是什麼? 是State State who? State有沒有? 所以就有三個英文了 一個是Country 一個是Nation 一個是State 我們已經知道Country 大部分都不是國家對不對? Nation跟State呢? 這就是比較subtle 比較細細部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這個Country是什麼? Count就是英文的伯爵 就是中古世紀那個 某個貴族啊 有一種等級叫做伯爵 伯爵以上就蠻大的 像伯爵以下有男爵什麼 就比較小一點 伯爵就是Count 所以這個Country 就相當於是那種 伯爵的領地 所以它是一種 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比如說 它可以決定這個領地上 要怎麼繳稅 基本的民法 所以 這個是 等於是一個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它往往不是我們所謂的 政治法律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最好翻成疆域 一個疆域 一個疆域 Nation是什麼? Nation 因為這個NAT 它是來自 它的語言是 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生下來的 所以它就會跟語言跟文化有關 所以它是語言文化的共同體 所以有時候翻成民族 有時候可以當國 我覺得翻成幫會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有這個意思 有時候有這個意思 比如說 德意志民族 神聖羅馬帝國 德意志民族 神聖羅馬帝國 你就知道 民族 就是Nation 跟這個 帝國是不一樣的 但是 戰戰後又引出一個問題了 也就是說 德意志是一個民族的名字 不是一個國家的名字 德意志是一個民族的名字 那 比如說 神聖羅馬帝國 帝國是國家嗎? 你可以回去想這個問題 Empire是不是一個 現代主權國家的那個國家 那現代主權國家是哪一個國家? 就是這個state 嚴格來講 你要寫sovereign state 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才是一個 完整國際法的法人 他光寫一個state的時候 有時候並不完全是主權 有完整主權的 像剛剛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他雖然寫一個state 他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但是 基本上你的區分的話 就是區分這三個 但有時候這三個會混在 混用 這很簡單 因為 這是三個不同的概念 它會有交集的時候 那在交集的時候是可以混用的 可是你如果不能先區分這三個概念 那你就會 被人家 轉著玩這樣子 它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 因為它是 政治法律 因為這state的語言是什麼? state就是站立起來的意思 站立起來 你知道台灣政客不是在選舉場所說 台灣命名卡卡拉喔 有沒有 它要塑造的就是那一種 共同決定 未來的那個意志 跟選擇 那才是真正 政治上跟法律的 的國家的意思 這個 用幾秒鐘講 就好 它的右手 右手中的劍 是代表 世俗的權利 左手中的權杖 是代表 精神方面的權力 權威 這每個一點一點的都是一個人 這些一個一個的人 就是這群人形成的這個共同體 就是國家 就是人造 人造出來的人 它頭上戴著這個皇冠 代表主權者的權威 所以以前一個真正的主權者 他一定要同時也有世俗的權利 跟精神的權利 你去看中國的歷史也是 西方的歷史也是 日本的歷史也是 他如果真要當一個真正的王 真正的皇帝 他一定要有精神的權威跟世俗的權威 他少一個不行 所以為什麼教皇對羅馬帝國的影響是那麼大 為什麼達賴喇媽對大清帝國的影響 因為達賴喇媽他也是相當於 他一開始對蒙古的影響力也是 他是可以撤封這個蒙古的諸王 所以就是喇媽施主的關係 一開始不是一個宗主關係的時候 也是有點來自於教皇對羅馬帝國的影響 他是有這個精神方面的權威 這個我們可能沒時間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比較想要講的是 中華民國跟台灣是什麼 什麼是中華民國什麼是中華台北什麼是台灣 很快講一下 這幾個概念你要區分 國家的實體 國家的實體 它的名字 政體 政府 政權 這幾個都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你把它混淆了你就會像記者一樣 結果中華民國中華台北跟台灣你全部混在一起 再一次 國家的實體 名號 政體 政府政權 是不一樣的概念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1912年2月12號的時候 並不是10月10號 不是191年10月10號 是1912年2月12號 蒲夷宣布退位 所以那一點才是真正法律上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誕生的時候 它並不是在10月10號 辛亥事件發生之後 它就誕生了 並不是 它是在蒲夷宣布退位的時候 它才誕生 所以它那時候 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它是第一版的共和 它是北洋政府操控的 你也可以叫它中華民國政府 它的政權是袁世凱 在紅線帝制 袁世凱稱帝的時候 它叫中華帝國 它的政府是中華帝國政府 黎元宏當政 後來就是黎元宏當政 再來是 張勳復辟 所以有人就會爭啦 這大清國是不是中國 這是有點複雜 我已經剛剛講了 簡單來講 我認知的答案是這樣子 它有點類似那個 梵蒂岡還沒有建國之前 跟義大利的關係 什麼關係 好像是一個國家裡面有國家 其實並不是 因為那時候 本來有一個教皇國存在 但是教皇國後來滅亡了 但是教皇還是存在 所以教皇還是對那些 信天主教的人有權威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主權實體 它是一個存在的主權實體 它有外交能力 它也可以簽約 但它不是一個國家 它可以管控 梵蒂岡城裡面 還有在外面它也有精神的權威 所以它就是義大利跟教皇 跟這個他們叫聖座 Holy See The Holy See 所以這個 在中華民國誕生的時候 就有點像是什麼 溥儀它被圈禁在故宮裡面 對不對 在這個退位條例裡面 它說以外國君主四肢 所以溥儀就相當於是一個主權實體 溥儀相當是一個主權實體 但是這個主權實體 用一個退位條件 同意說 這個中華民國幫它管整個大清帝國的範圍 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就變成說一個支那國裡面 但是它繼承了原本大清帝國 對那些領土的中主權 但是它有個條件 就是說你要保證 溥儀這些皇親貴族繼續存在 那就是一個國中的主權實體 這個主權實體並不是原本支那的主權實體 這有點複雜啦 但是你如果去了解 范蒂岡沒有建國前 聖座跟義大利的關係 你就大概會清楚 OK 所以呢 到了這個 你看它有這麼多版的共和 我只是大概簡單列一下 其實你還可以列得更細 然後在1945年10月25號的時候 因為麥克拉斯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叫蔣介石 蔣介石叫陳怡來台灣 這個 接受日本的投降 在法理上它就是 成立一個在台的佔領軍政府 然後到了 到了 這個2月5號 1949 12月5號的時候 李中仁從 逃亡到香港 再逃亡到美國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以這個國內法觀點來講 中華民國是沒有政府的 他沒有政府 因為李中仁沒有成立流亡政府 那蔣介石這個流亡政權 他還沒有那個合法性 他有帶幾百萬人來台灣 沒錯 可是那個不代表他有合法性 代表性 所以在這個 這兩個時期裡面 是沒有 嚴格來講 以國內法來講 他沒有那個法筒 但是到了 8月5號的時候 因為這個台北合約生效 台北合約是什麼呢 台北合約就是 一定要代表國家 他才能夠簽的 因為合約是最高等級的條約 所以 蔣介石在那個時候 就取得了代表性 然後一直到了 1979年1月1號 美國撤除 對這個承認的時候 他就變成 第一個他不能變政府 他就變政權了 再來 他已經不能當 他已經不能當軍政府了 他只能當自理當局 因為佔領是一個國家的權利 不是隨隨便便 一個事實當局可以當的 事實當局只能當管理當局 他只能當大樓管理員 但是他不能當監護人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在1951年9月8號的 究竟章的條約 1952年4月28號的生效 在那個時候美國是主要佔領權 美國主要佔領權 一撤除對這個次要佔領權的 代表中國的那個合法性 撤除掉之後 這個次要佔領權 就不能作為佔領權了 所以 也就是說 你看現在的話 這個中華民國 他的名字叫做中華台北 中華民國 這個名字 以前啦 叫中華民國 現在其實要叫中華台北 他有兩個 兩個身份 就兩個名片 一個名片是中華聯王政權 一個是台灣自理當局 還有兩個名片 什麼是台灣 我們前面新聞看到 新聞說 作為台灣的中華台北 不是主權國家 這什麼意思 因為它是指 中華台北這個政權 又是指 State 這兩個都是指 某一種政治組織 這個State A就是有政治組織的那個國家的意思 法律上 或是政治上的那個國家的意思 這也是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是政治組織的那個意思 所以就是台灣統治當局 台灣不是獨立的 它作為一個Nation 並不想要主權 這什麼意思 因為它這裡用Nation 所以它這個台灣指的是人民 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Nation是什麼 它是血緣跟語言的共同體 所以這個Nation指的是人民 台灣現在被中國流氧政權作為台灣當局治理 這台灣是什麼 因為它是被一個當局治理的 所以這個台灣就是一個地方 或是那個地方上的人民 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看同樣是台灣喔 它有不同的意涵 在不同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你不能斷章取義啊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看前後文 台灣的人民跟台灣上的人民 英文就是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n Taiwan 這裡有一個上 所以這個台灣是指一個地理概念 這個地理概念上的人民 所以包含中國難民嘛 也包含外國人啊 其實坦白講 台灣的人民 因為它這個的是什麼off off有種屬性的意思 所以是具有台灣這個屬性的人民 那什麼意思 就是本來就歸屬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了 它就不包含難民了嘛 因為難民是後來因為戰爭的因素 一種動亂的因素才來到這塊土地上 所以這兩個涵蓋了人民的概念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突然都把這個殺掉 說台灣人民台灣人民 你指的是哪一個 你那些政客出來講說台灣人民台灣人民 你要問他你的台灣人民是哪一個 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 這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又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這是一個政治組織 這是人民啊 這個政治組織能不能代表這個人民 這也有一個概念在後面 我們看一下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第十五條說 台灣一池江市情況需要包含台灣及澎湖獵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公司及根據這個法律設立而組成的其他人機構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曾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灣治理當局 及任何階梯的治理當局 所以一個台灣它有幾種概念 有五種概念 哪五種 地理概念 台灣及澎湖獵島 島上的人民 人民 公司 這個公司的英文是corporation 其實應該放成法人 法人比較精確 法人 非法人的那些團體機構及治理當局 所以一個台灣是情況需要有五種概念 哪五種 再重複一次 地理概念 人民 法人 非法人 治理當局 都可以用台灣去代表 所以你看到一個文章一段話的話 它你要去想這個台灣代表的是什麼 OK 時間快不夠 所以我就很快去講主權在民這個概念 有一些演講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查那個影片 就是我每次講的都不會完全一樣 講完這個主權在民我們就下課 政客最喜歡講主權在民 我們來講什麼是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最早是由盧梭講出來的 那我們看盧梭怎麼講主權在民 人民是否而為主權者 什麼是主權在民 盧梭的原文在這裡 我幫大家翻譯一下 社會契約的核心想法可以簡述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把他與他的權威 置於公共意志的至高指導之下 並且群體接受每一個人作為不可分的一部分 就像剛剛那一幅圖那個巨人 那個立維坦那個巨人 每一個細胞都是一個人 這些細胞有共同意志組成的這個人造人 就是那個國家這個人造人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盧梭主權在民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形成公共意志 就是有一群人民 這塊土地上生活的這群人民 他有共識說我們要形成一個共同體 形成公義 第二個是這群人民要有代表 因為除非在很少數的情況下 才有直接民主嘛 直接民權嘛 否則都是有代義的嘛 一定有代表 這個代表最高的那個代表就是主權者 有主權者代表公義 再來呢這主權者可以去授權給一些刺激法人 主權者是最高的那一等級 為什麼 因為他是自然人授權出去的 每一個自然人授權出去的 那一個最高的法人就是主權者 那這個主權者是一個低級法人 這低級法人可以再授權給其他的刺激法人 這就是政府機關 所以政府機關去實行公義 所以盧梭是說 盧梭的理想是說主權者不能實行 因為他代表 他要超然獨立 然後政府不能代表 因為政府在實行 但是這是一種理想 因為盧梭那時候畢竟已經是300多年前了 所以他那時候是怕說這樣 這兩個合在一起的話會獨裁 但是你看現在很多民主國家 他並沒有分得那麼清楚 他們是用別的方式去解決了盧梭的擔憂 你們去想一下 像美國啊這些民主國家 他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所以2到3是授權 1到2是涉及公益及主權者的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或準國家 所以1到2是國體 2到3是政體 國體跟政體本來就是可以不一樣的 雖然在很早以前 在幾百年前 這兩個概念還是常常混在一起 也就是說1到2是什麼 國體就相當於董事長的產生方式 2到3就相當於總經理的產生方式 董事長跟總經理當然是可以分開來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細想一下 盧梭在問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意義通過 為什麼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 民主社會一直在問說 少數服從多數啊 這不是很有正當性嗎 他說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為什麼可以代表 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來的表決 假設台灣2300萬人 有41萬人不想要當奴隸 剩下的人說 我們就是照緣的日子過嘛 我們有飯吃就好啊 他想要繼續當奴隸 可是有剩下41萬人不想要當奴隸 這樣合理嗎 他可以用少數服從多數 我們選舉就代表所有人了 可以這樣嗎 盧梭在問這個問題 盧梭的答案是這樣 如果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選擇的表決方法 至少在一個場合曾經通過全體無意義的表決 也就是什麼 如果沒有先約法三章 你至少在一個場合應該要全體無意義 表示說我們是一個共同體的 所以 民進黨或是那些台灣的那些政客 他們不是說 啊這個民調多少 我就代表人民了 他們就喜歡操縱民調嘛 都成立智庫嘛 然後智庫再去民調嘛 他就透過說 政黨 操作媒體 操作民意 就說我就代表所有人民了 盧梭就在怕這個事情啊 你懂我意思嗎 盧梭就在怕這種叫做假民主的獨裁啊 所以盧梭的答案是這樣子 那台灣是不是公民社會 不是 為什麼 以前是啊 什麼時候是 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天皇陛下頒布造書給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的時候 這時候台灣人民已經有一個共識說 以天皇陛下作為我們台灣人民的代表 就是那個主權者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是公民社會了 那現在是不是 現在不是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土地上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有難民跟不是難民 法理身份地位不一樣 不會因為說 住再久 感情再好 就變成說一樣 就像同居嘛 男女感情再好 他同居沒有結婚 他們不會變成命運共同體的 因為沒有那個約束 他們不會有同等的權利義務 所以 盧梭的答案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辦公民身份者 這也是有背後的道理在後面 所以結論是這樣 人民不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一致 參與主權權威 不是擁有 參與喔 每一個自然人授權出去 給那個最高的代理人 他保障大家的和平 大家的社會的秩序 大家的安全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益 所以他還是有一個前提 他是要照顧大家 如果他不照顧大家 人民還是可以反的 主權在明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因原制公民 原喔 我說原喔 而不是被公民擁有 居民沒有 居民沒有政治權利 居民有人權沒有政治權利 好我今天講到這裡謝謝 各位選下課休息 一樓餐廳那邊吃飯 下課休息 一樓餐廳吃飯 昨天沒有拍識別鎮的齁 等一下吃完飯 下午一點 到一樓辦公室前面那邊拍照 快點 鎮大利 快點 節約 放雲 現在 明天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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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